奥特曼金的朋友们大家好 不知不觉这个 MCO 3.0 已经是要进行了快要一个月了 那最近这个疫情有点严重了 希望大家真的是没有事情的话 就乖乖待在家看我们的影片 所以今天的这个美座360 有什么重点新闻呢? 现在就让我小明带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次的新闻先讲给老板们听 那就是讲了很久的这个小乖款 BMW 5 Series 终于在我国正式发表了 这一回这个 Face Steve 的 5 系列 在我国只有两个车型 分别就是这个 530i 以及混动版的 530i 至于入门的那个 520i 则是被取消了 主要是让路给那个不久前赛发表的 长轴版 3 系列也就是 330 Li 了 但是这个 330i 它其实又比这个 520 还要便宜一个 20 钱啦 那这个 5 Series LCI 啦 LCI 其实是BMW 小改款的意思 它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改款的 5 Series 啊 它的整个车头造型是更加类似这个 7 Series 啊 整体是比较菱角分明 整个就很有未来感的感觉啦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设计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鼻子不大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车头如何呢? 而在头灯组的部分呢 530i 使用的是一个主动式的 LED 大灯 至于 530i 使用的是更加高界的 Laser Light 镭色头灯 至于在尾灯组方面也是进行重新设计过 整个就有点类似 G20 3 Series 的设计 我是觉得这个 LED 灯条看起来是很有质感 也很有未来感的感觉 这方面真的是加分了不少 那我国的这两款 5 Series 啊 它们都是采用了 19 吋的轮圈设计 并且备有主动式悬吊的设计 可以通过驾驶模式的切换来去调整这个悬吊的软硬 带来更舒适的一个驾驶感 而在引擎方面呢 这两个车型都是搭载 2.0L 的 Twin Power 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 530i 使用的是高功率版本 最大马力表现为 258 HP 峰值扭力则是 350 Nm 0-100 的加速表现为 6.4 秒 而 530i 则是低功率版本 在输出方面是 184 PS 以及 300 Nm 不过在搭配这个电动马达置下 综合马力是达到了 252 PS 峰值扭力则是 320 Nm 而且它拥有 Extra Boost 的功能 在这个功能的加持之下 可以让马力拉高至 292 PS 的境界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能够维持 10 秒 这也让它的 0x 加速达到了 5.9 秒 比 530i 还要快 不过这一回这个小改款的 5 系列 在配备上也是有升级不少 首先它就采用了最新的 iDrive 7.0 车载系统 这个系统拥有 4G 互联网的功能 并且支援 OTA 线上更新 只不过那个鸡腿的排档杆就没有更新 没有像那个最新的 3 Series 一样比较精致 这方面就有点可惜了 但是在安全方面就不错了 首先这一台车它全车率标配了 Driving Assistant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Parking Assistant Plus 自动停车辅助功能 以及它的主动式头灯还具备闪避的功能 这方面总不能输给 Artiva 你说是吧 至于它的 Driving Assistant 拥有什么功能呢 我在这边就做出这个列表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它的功能是相当的完整的 而且它还包含主动式定速巡航的功能 这一方面真的是很有诚意 这样这个 5 Series LCI 在我国卖多少钱呢? 同样的大家也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我列出所有车型的这个价格 包括 SST 前和 SST 豁免过后的这个售价好了 这个价格比起同级啦 最同级那个啦 你懂的啦 相比起来的话 同一个车型对同一个车型来讲 这个 BMW 的 5 Series 真的是蛮有竞争力的 但是因为少了入门车型的关系 所以相比起奔驰的这个 E200 啦 它的这个 530 E 呢 还是贵了稍微一点 达到一个 2 万块左右 所以如果你的 Budget 是在 30 万令吉出一点点 然后你想买跑马的话呢 你可能要看的是 330 LI 了 第二则新闻呢 其实是有两个东西要讲 但是呢 这两个东西 都是 Under 一个叫做 Sapura Industrial Burhard 的 汽车零件供应商 那这个供应商呢 最近就公布了它的 2021年的财经报告 那报告里面就提到了什么呢? 现在就让我说给大家听 首先这个 Sapura 呢 它透露的第一个消息就是 Proton 将会在我国生产 1.5L 的涡轮引擎 Sapura 就在它的财经报告里面提到说 Proton 很快就会在我国生产 代号 GEP3 也就是 Global Engine Petrol 3 的引擎 那这具 1.5L 的引擎 是什么引擎呢? 其实就是目前 Proton X50 所使用的那具 1.5L 三缸涡轮引擎了 那其实报告里面是提到说 Proton已经是委托 Sapura 为它生产这具引擎的 减震器啊 排气管啊 经济气管等等的周边部件了 而且报告里面还提到说 这具引擎未来将会取代 Proton 的 Campro CFE 引擎 注意听哦 是 CFE 也就是 Campro 的涡轮引擎版本啊 这也就是说这具引擎 可能没有取代目前 Persona Iris 还有 Saga 所使用的那一具 Campro 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无论如何呢 这个其实也是 Proton 和吉利 合作计划之下的一个产物啦 也就是在我国 CKD 生产吉利的引擎 以帮助提高 Proton 出口的竞争力 而且其实 Proton 之前也是有曾经提过说啦 这具引擎呢 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在 Proton 的新车款身上 而且其中有两款哦 可能是自主研发的这个车型 你会希望这具引擎出现在什么 Proton 的新车身上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至于这份报告的另一份爆料呢 则是提到另外一个国产品牌 也就是 Perotua 了 那就是这个 Sapura 呢 其实它目前是正在开发一款 D27A 的新车的零件 而且这个报告哦 还直接大啦啦的提到说 这个 D27A 呢 其实就是 Alza 的 Replacement Model 也就是新一代车型的意思了 而这份报告也提到说 他们也获得授权为 Perotua 的一家 专门生产传动系统的这个供应商呢 生产一个特定的部件 并且计划在 2021 年的 12 月呢 就要开始大量生产 也就是说 这一款新车很有可能 会在今年年尾就会正式登场 but anyway 关于这个新一代的 Alza 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说到不少的消息了啦 其中一个消息就是说 这个新一代的 Alza 呢 它很有可能会是基于这个 Rocky 也就是 Artiva 的这个 D-Engine 平台打造而成 那这一款车呢 将会是专门为东南亚市场所打造的 一款7人车型 在外形上很有可能会沿用 这个 Daihatsu 之前所发表的一款概念车 也就是 D-Engine Multi-Six 的设计 那讲到 Daihatsu 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新一代的 Alza 很有可能会拥有 Toyota 和 Daihatsu 的兄弟车型 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是有点类似现在的 Altiva, Rocky 和 Toyota Rise 了 那这个 Toyota 还有 Daihatsu 的兄弟车型会是什么车款呢? 嗯... 其实就是传说中的新一代 Avanza 还有这个 Daihatsu Signia 啦 这个 Daihatsu Signia 其实就是在印尼市场的 这个 Toyota Avanza 的兄弟车了 不过咧 大家听到这个 Avanza 啊 不要紧张 朗简地 因为这个新一代的车型呢 它会是基于 DNGA 平台打造而成 也就是说它是一台全驱车 并没有什么皮卡的这个架构啦 所以在舒适性方面呢 并不会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 Avanza 那样 反而因为 DNGA 的关系 它的这个整体的乘坐性呢 会和 Artiva 接近 这方面呢估计比起现在的 Alza 还要会更加舒服更加好驾 那想要入手这个入门7人车的朋友们呢 你们现在又多一个选择了啦 不过可能要耐心等待 我相信最快的话呢 都是要今年的12月这款车才会来 最后的新闻我们来讲一讲八卦 那就是 Lamborghini 这个意大利品牌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 Lamborghini 是世界知名的超跑品牌啦 我们也都知道它是属于 Aldi 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不过呢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说出啦 这个 Volkswagen 集团呢 他们要节省开支 要缩小他们的这个规模 所以有意要出售这个超跑品牌 而如今呢就真的是有消息出了 这个意大利蛮牛呢 很有可能会以 75 亿欧元的天价出售 哇 75 亿欧元 则算到马币的话呢 是一个 300 多亿的一个天价 哇 300 多亿 多少个零啊 其实 Volkswagen 集团呢 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汽车集团啊 它旗下的这个品牌真的是有很多 但是在这个汽车业正在转型的一个年代呢 在去年呢就有消息传出说这个 Volkswagen 集团 正在考虑要缩小它的规模 以迎来这一个汽车转型的改变 那要缩小规模自然是要出售一些品牌了 据说这个 Lamborghini 就在名单里面 但是在去年呢 这个 Volkswagen 的高层 就已经是强调并且澄清了 Lamborghini 将会继续和它们在一起 只不过这种东西有时候就和它爱情一样啦 是没有绝对的 所以不久前就有消息传出来说 Lamborghini 很有可能会被出售 而出钱收购的是一家叫做 Quantum Group AG 的集团 出价381令吉勒 不是一个小数目 也因此这个收购计划之下 除了是买下 Lamborghini 这个品牌以外呢 这个 Quantum Group 也希望这一项收购 能够包括 Lamborghini 的意大利的工厂 Lamborghini 的赛车业务 还有就是和 Audi 签下合作协议 这个合作协议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获得 Audi 的电动车技术资源 那这项消息就说到了 这个 Quantum Group 是希望能够和 Audi 签下 五年的合约以获得它的技术资源 其实我们都知道啦 Lamborghini 这几年在这个 Volkswagen 集团之下呢 是获得了很好的一个发展 包括获得了这个集团的技术资源 开发出 Urus 这一款超跑 SUV 而且还大卖 所以说如果脱离了这个 Volkswagen 集团 其实对于 Lamborghini 来讲 打击可不小 也因此 Quantum Group 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其实也无可厚非啦 情有可原 而且之前根据官方的消息就有说出 Lamborghini 计划在未来推出这个存电的超跑 所以说如果没有 VW 或者是 Audi 的技术资源的话呢 这一方面真的是有难度喔 不过呢 目前这一个消息 暂时还没有获得 Volkswagen 集团出面确认 或者是澄清啦 所以这个 Lamborghini 到底会不会被卖出 暂时还是未知数 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等官方的确认好了 你希望这个 Lamborghini 会被收除吗 我个人是希望它可以继续留在这个集团里面啊 至少它现在的前景很好 可以继续和 Ferrari 抗赫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洲360 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你对以上的这些新闻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感想吗 欢迎在下方踊跃发言和我们交流 反正 MCO 要呆在家 没有事情做的话 就和我们做朋友好了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给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影片 当然最重要的是 记得叫他们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对 大家记得乖乖 stay at home OK 拜拜